第二次靠博路特丹 那我们靠的这个地方呢 是在入海口附近 它是个新建的码头 是在一个小岛上面 可是即使这样呢 还是得要来个180度的掉头 我发现欧洲的这些码头啊 这些港口啊 它不给你弄的复杂一点 不折腾折腾你啊 不算完 就这样还得180度掉头 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这边风大的原因吧 荷兰嘛 风大哈 所以荷兰的风车很有名 大家看这个岛的周围 也是密布这种风车啊 这就说明这个岛是靠风力发电的 所以这个港口大家看 经常有这个船啊 来给它运风车 你看这个船上装的就是风车 那个竖着的就是风车的支柱 那后边平着的就是桨叶 当然这个船上还有好多 有关风车运转的这些配件 看那个圆圆的呢就是 这个是后边的桨叶 摆在后边横着放的 大家看还颤巍巍的 所以说它对风车的需求很大 这个岛啊 这个岛上的电力呢 全部来自于风力 我船已经靠好了 我现在是在罗金甲板 在罗金甲板 大家看这个风啊是从这边过来的 我现在能感觉到啊 这个是吹的离岸风 我们是右舷靠的 吹的离岸风 也叫吹开风 这风还是不小的 那昨天的风更大 我们看旗子就能看到 这个旗子向那边飘 风是从这边过来 所以它有很多风车嘛 对吧就是靠这个风力 还有一个直升飞机啊 那所以说这种靠泊的 风这么大呢 对缆绳的要求就很高 那我们船一共带了多少缆绳呢 我们去看一看 带大家实地去看一看 咱们啊看之前先到驾驶台 咱们去看一看那个监控录像 监控的影像 咱们看一看 到底多少根缆绳 有朋友问说 这么大的船 为什么没有监控是有的啊 有的很多角度 是有的 我来看一下 来到驾驶台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监控系统 这个呢就是船头啊 把这个船头打开 用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呢 然后就可以看这个调整 调整 调整 摄像头的位置 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呢可以看到船头 前面是一条中原海的船 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缆绳吧 船头的缆绳 一共有多少根 可以数一数啊 这边 第六根 第七根 第八根 一共是八根缆绳 一二三四五六 这边看不到 七八 这是八根缆绳 就我们船上的缆绳 有八根 那这一根呢 这一根是 暗上的 叫short tension 暗上的缆绳 就是这一根 所以呢 船头的头缆 头缆这边呢 是八根 那还有两根围缆 还有两根那个盗缆 在后边 看不到 还有两根盗缆 试着去看一看 看不到啊 这两根 在这边能看到 这是两根盗缆 所以呢 船头是 加上那个short tension 暗上的缆绳 一共是 十一根 这两根就是毛鸡了 这两根毛巾 这我们通过船尾的摄像头啊 可以整个看一下这个港口 这都是无人的码头在操作啊 那我看到这个 这些车都是无人的车 是电车 而且这个电车呢 他没有电了 他去充电点啊 也是自动的 他自动开到那个充电的地方 自动换电池 同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船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是八根 也有一个short tension 这个short tension 这个short tension 我们看一看在哪个位置 好像这个镜头看不到 换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可以看到 大家看这个嘛 套在这个蓝装上的 这个就是short tension 就是暗上夹带的一个蓝色 那等一下呢 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戴好安全帽 做好防护 咱们去 船头船里去看一看 打电梯先下到下边那一侧 我们到这个upper deck 就可以走出去 那有朋友问 这个为什么都用字母 这个n呢 就是navigation bridge 就是n来表示啊 这个u呢 就是upper deck 那至于中间的ABCDEF 这就是用字母代表的 用数字也是一样的啊 没什么特殊的 我争取啊 这次咱们一镜到底 一镜到底 咱们一起到船头船围 也顺便感受一下 这么大的船啊 走过去走一圈 要多久 从这个门内出去 这一层就是主家版了啊 主家版这一层 要翻过去 那大家看这边就是船头方向 这边就是船尾方向 那我们先去船头吧 从船头那边呢 再绕到船尾 那这是一个缆装啊 这个缆装的安全复合是146分 那这个就是码头了 大家看这边就是它的码头 那这个码头呢是无人码头 那些车啊什么的全部都是这个无人驾驶的 那边有个大楼 应该是在那边那个大楼那边控制 我们这也敲尸机啊 就是没有人操作了 这个码头还是蛮先进的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边就是船头了 那这个呢是灰潭区 但是现在没有 没有人来调整缆装 所以呢它也是非作业区 我们只是小心一下就好 这边就是船头 这个就是毛鸡 大家看这个是毛鸡 那这边呢就是缆装 我们看到这两根缆绳就是倒缆 向后的倒缆 这两根是倒缆 那这边全部都是头缆 头缆的缆机 看多少根啊 一根两根 这边有两根 那它对应的缆装呢 对应的这个缆机呢就是这一根 还有这一根 这边有两根 我们看到这个缆装上 146吨的这个缆装上 这边 这个就是short tension 就是岸上的缆装 岸上的缆装 夹带的一根 那我们的缆装 这边两根 头缆啊 这边也有两根 这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所以我们船上的头缆 八根 加上这两根倒缆 那就是十根 再加上 刚才的那个short tension 就是十一根缆装 这十一根缆装 我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船头啊 这些缆机缆车 这个就是左边的这个毛啊 左毛啊 这个角度再看一下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啊 因为我们现在摆在这个自动调整 看它自动在动 自己在动 这个就叫Auto Tension 至于这个Auto Tension 自动调整缆绳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以前给大家做过讲解 大家翻看一下以前的视频就可以了 所以呢 船头的缆绳是八根头缆 两根倒缆 再加上一根岸上的缆绳 一共是十一根 好 那我们就从这里啊走回去 走到船尾 那这样呢 我们 反正刚才说了一定到底哈 大家呢 计算一下时间 我从这里走回去 用中速啊这样走回去 走到船尾看看一共用时多久 好 我们就开始走 顺便大家一看一看这个 竹家版这边啊 那这就是外档了 这就是码头了 外档这边 这段我就不缩时了 对了 刚才忘看这个懒装了 懒装基本上 船头那边一样 都是146吨 具体的数字呢 我们到时找时间再给大家看 那我就不缩时了 咱们这样走过去 算一下时间 好吧 实际上今天比昨天要 风要小一点 昨天的风比今天要大 我们预计是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离港 离港之后呢 就去苏伊士了 就过苏伊士运河了 我这边视觉看起来好远呢 好远 现在是中午啊 他这边天气啊 这个太阳落山很晚很晚的 我现在是 大家看 现在是12点15分 他到晚上大概9点半 天还在亮着 太阳还很高了 那这个呢 我们就得回到前岛了 刚才我们从那边出去 我们现在是回到前岛这边 那前岛的这边 有朋友问 那前岛下边是什么 对吧 你主机在后边 对吧 这个是双岛型 主机在后边 那这个生活区的下边是什么呢 下边是油仓 所以说如果我们加油的话呢 都会在这里加 下边是油仓 啊 继续往前走 正好这样转一圈啊 不错 前走 那这个呢 像这些啊 像能爬上去 这个呢 就是绑扎平台 这边都做好了绑扎 绑扎平台 那这边呢 就是仓口围 这边是仓盖 这边是仓盖 到第几舱呢 现在看一下 到第六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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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披龙箱 里面都是按规定啊 有披龙 有这个喷枪 可以借消防管啊 这边同样也是各种懒桌 带托轮啊 带这个加油船啊 所以在主家版上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懒桌 这个地方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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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盖是开着的 他们有盖仓盖了 你看看 看到了吧 那些绑扎平台有这么高 就是绑扎作业呢 都是在上面 人站在上面的 那我们的锁 都是那种全自动的那种锁 在底锁 大家看那个底锁 看到了 在底锁要人工 把它打到去左边 才能锁住 大家看是不是要走好久 我当然我现在走的是主家版 我们也可以走地下街 这个地下街 让我听说有那个电动的滑板车 电动滑板车可以直接到后边 这样可以省人力 现在就来到后岛了 这边就是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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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下面就是机舱了 那上面的烟葱啊 一直到上面 很高啊 这边下去 这边就可以进到机舱了 那拍机舱有机会都在拍 拍机舱 这边还有一位马头工人 快点 快点 到了 船尾快到了 走了多少分钟啊 我也不知道 没算 这边就到了 这边有个梯子 可以下到这个船尾的这个 就是POPPATEC 船尾夹吧 咱们先在上面看一下蓝绳 这个角度应该可以看得到 后边就绕过来 这边就是船尾啊 这边 这边就是船尾了 大家看的过程中 有什么想知道呢 就可以留言啊 他会专门再拍一拍 这就是尾灯啊 尾灯的这个 这个位置应该可以 看这些蓝 看到了 那么我们看到的 应该都是围栏 那边有两根 看那个黄色的那个 有老鼠挡的那个 一根两根 这是围栏 三根 四根 这是两根啊 三根四根 五根六根 七根八根 所以他的围栏 同样也有八根 那个 那边还有两条倒栏 这个角度是看不到的 我们呢先 等一下下到下面 下到下面 应该就可以看得到 还有那个 同样那个 short tension 从那边下去 他这个视频应该比较长了吧 你看他的 那个 自动画的码头 啊 这样看一看 这一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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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铁 这一条铁 那我们在那里下去了 好 很高 好 那我们到船来啦 这两根就是倒栏,这两根就是倒栏,那这一根,这个就是short tension,就是岸上的,马头夹带的,这边就是船尾,这些栏装啊,那些,这些栏机,都是带围栏,这两根倒栏,那边绕过去吧, 船尾的噪音比较大,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围栏也是八根,这是船正中的, 正中的,这有个两百吨的,有个两百吨的,这应急脱带用,所以它的负荷很大,这边就是船尾, 另外,我船实用的缆绳呢,都是这种轻型的高分子聚合缆绳,很轻便,它是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它具有高强度,高韧性的特点, 但缺点呢,就是不耐磨,所以在捣乱孔的这个位置呢,都要加装保护套 超大型的集装箱船,由于寿风面积大,所以无论是船舶操纵过程,还是靠拨的状态,都要时刻关注风向和风力,来确保安全 那好吧,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下期再见